就好像那个虾子摸像一样 即使摸得那么亲切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摸的就是一只像 你摸的是一只像的一部分 这个打比鱼就 虾子当然什么都看不到 那譬如说 我现在要对一个虾子说白色 什么样子 那你就举很多例子 像雪一样 像白鹤一样 他眼睛没看到 怎么晓得雪长得什么样子 怎么晓得白鹤长得什么样子 所以说半天 我以为我说对了 对方听得一点都不懂 这个 不要以为我懂 我就可以把我懂得 讲给你 你一定要知道对方的条件 所以为什么要对鸡才能说法 你说你不晓得 他能够接受什么 不能接受什么 你讲半天 根本跟他完全不相应 那就白说 图造口业 图浪费你的生命能量 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那我们现在就是 儒家也这样子说 千万不要好为人师 说实在我是不得不 真的 我从小 很不喜欢说话 是不得不 为什么不得不 因为一开始学佛 就上师 老师 就指定要我说 那我不得不说 推也推不掉 尤其你说担当了那个指责 那就更不能不说 不然的话就站在那个位置 站着毛坑不拉分 你站在那个位置 结果没有扮演那个位置的角色 这样子也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随缘 那个姻缘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而不是要 虽然我们要发福利心 但是千万不要太主动 太主动 那其实招赶来的 大部分都负贫 激烈 还是说 你说的没什么 你经常说 就这个样子 变成我们是一个善心 一个好的动机 结果招来的都负贫 那何必呢 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在教好别人之前 一定要先教好自己 你把自己先搞定了 然后把你搞定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那才好 千万不要先买先卖 看一点东西 然后就说 因为你根本都还没有看懂 你说什么 不仅仅没有功德 常常是有过失 所以这一定要很小心 就很谨慎 以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所有的行为 作为 这样才能寡过 把那个过失 捡到最小 因为我一起来 就开始在增强过失 因为我一起来 无名就起 你等于是在 在扶持无名 不是在扶持清静 那这里面 当然就要很小心 好